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着海南岛的方向来前进来移动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还有再增强的可能 台湾则是到星期四左右星期五之前都是受到它的外游环流影响 那么接下来台湾还是持续位除在整个大的低压带里头 不排除在台湾的东部外海左右的地方 都容易还是会有热带系统或是热带扰动生成的可能 要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留意最新的天气动态了 所以明天跟今天比较类似的天气形态 依旧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到横川半岛一带 还有中午过后的这个山区 都容易会有热带流发展带来的午后雷震降雨情况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午过后的热带流雷震降雨呢 有可能还会扩展到这个西半部地区的平地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甚至呢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 在东半部地区的阴风面呢 降雨也有可能会有短时较大雨式的状况 那么接着呢 到了我们的星期五星期六来看 就可以发现到是转变成呢 这个各地区都容易会有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震降雨的天气形态 要特别注意这个午后雷震降雨的形态呢 不仅仅是强度增强范围也扩大了 要请大家呢 留意一下周末的户外活动安排 那么气温来说的话 中部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呢 在星期四之前 受到被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之下 有可能气温还会哦 再比36度来的更高 不排除上看37 38度左右的 那么中部地区呢 则是在其他地方哦 是维持34度左右的白天高温 南部地区云量比较多 但是呢气温感受仍然是相当炎热的 34度左右白天高温 那么东半部地区则是因为要搭配上了降雨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白天高温是维持在32到33度左右的 整体来说呢 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形态都还蛮相似的 要特别提醒东半部地区一带的观众朋友们呢 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中午过后 如果有的山区活动或是西谷河边吸水的话 仍然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